原本製作團隊 已經決定放棄不拍 但是因為天娜 實在太想介紹這家 在最後關頭 我們被她的真愛打動 決定留下來衝一波 我們剛剛其實兩點就已經結束了 我就是要等一家 可以吃到它不如 它就是朝思暮想的珍珠奶茶 然後五點才開 首先經過會有一間福州包 這間也非常有 開很久很久了 以前珍珠奶茶是擺在這裡 讓他們逛位 就在這 買飲料排隊方向 又從這邊開始 好不好 我要來搶頭箱當第一位 沒有人在這裡 真的 真的耶 真的耶 這年輕人耶 要去訪問他嗎 好耶 在那邊 唉唷 走 你們要買燈就買他了嗎 對 你們為什麼會知道這一間 你們是南投人 不是 你們不是南投人 是哪裡人 台中 台中人 那你為什麼會知道這一間 我剛才在南投 我玩很多次了 沒有 完全沒有 沒有 那是同學的 然後能過的 唉唷 有沒有 我第一個來的 我從 三點多人 三點才幫媽媽有點嚇到 因為我是南投人 然後我小時候 一直記得這個味道 然後大概已經 有十五年了 沒有喝到它 然後就因為它 早餐 對 然後快五點開始一遍 然後就開始探訣 讓這麼多人 鑽成沙來的小攤子 可不只珍珠奶茶這麼簡單 其實他幾乎可以說 整攤都是飽呢 千納每次來吃 也都有專屬 他本人的千納套餐 兩個願望一次滿足 選擇障礙的同學 挑千納套餐就對了 老闆 你是在家就煮好了嗎 對 前面都煮好了 五點就直接拿過來 就直接開店了這樣 以前那個 搖飲料那個機器有沒有 上面就會放一隻娃娃 娃娃就在那邊跳舞 什麼之類的 很復古 不好意思 你現在要幾點開始準備 這些東西啊 早上差不多九點半 早上九點就開始準備喔 他還要再回去再煮一次啊 我不要說我還不夠 你還要再回去煮一次 這些不夠啦 哇塞 慢慢轉 轉開始喔 現在要開始營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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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搶頭箱搶到了 珍珠奶茶終於登到你了 珍珠奶茶 正常冰不要加糖 主糖正常冰 你要大杯的小杯糖 大杯 上面的小杯叫做 我甘幾枚了 我就是要吃大杯 我甘這裡就喝小杯 一隻就喝了 這也沒有啊 我白蛋的啊 可是我想要問你有熱狗嗎 這裡 10分鐘 我跟人家自己來 你都不起來 這裡有一個厚度 這樣 你怎麼那麼流量 我有一點點氣喬在裡面 哎呀 這樣就好像要整片 好壞喔 就把那一片就把它撿進去 我再試一次 就撿那一片 把它撿進去 有了… 有了… 可以了吧 這樣 這樣會流掉耶 對啊 好不好 還是流給蒜也 我就要亂吃 這是看我們的蚵蚵嗎 蚵蚵嗎 我可以試吃一個單顆嗎 比九份的好吃耶 比九份的好吃喔 哇 楊爸說這個比九份的還要厲害 我來試試看看 好 一點都不會覺得它很硬 然後嚼起來就是很有壓力這樣 然後它的甜度剛剛好 剛剛好 你看它煮一整桶耶 那個糖水分配的比例很好 熱狗好了 我要來吃 我喜歡吃這個熱狗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的皮都會有點甜甜的 然後再加上番茄醬 就鹹鹹甜甜這樣 我最喜歡這種味道 搭生了一半的夢想 因為我還沒喝到珍珠奶茶 因為李千娜的小小套餐就是 個熱狗的一個中間大餐 我現在先吃熱狗 對不起 因為我沒有帶我的環保吸管 夠了 所以我先用楊爸的吸管 喝一下 它那個真的真的很軟Q 你會覺得很耍嘴 其實這個就可以瞬間把它喝掉了 它口感非常好 很香 然後不會太甜 我市面上喝到加奶精的那個味道 我都不太習慣 我就覺得好像有點薑筋味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市面上喝的那個珍珠奶茶 大一個部分 市場邊超級在地的宵夜珍奶 以及能咬到芋頭絲 數量超有限的芋圓 是製作團隊回到台北 都還念念不忘的美味